來我們用我們的 烏木拉麵 像這種麵條呢 直接來做拌麵 簡單 又好吃 因為彈性好 Q 這邊把它燙開就好 因為我們做拌麵嘛 燙開之後我們就可以直接拌來吃 麵條我們這樣就把它泡開了 泡開之後我們把它拿起來 因為它是拌麵 它其實熱熱的涼涼的都行 麵條我們燙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弄過來 接下來我們就準備來做我們的 這個雞腿排了 所以我們拿刀子我們把它稍微 片開來讓它厚薄一致 上面有筋我們把它 交叉稍微給它切一下 然後來這個雞皮很油 我們直接我們不放油也可以 稍微把它下來 煎一下煎到兩面焦香 來像這樣子 翻麵之後 讓它再煎一下 兩面都只要煎到焦香然後煎熟 雞腿排兩面都煎到焦香 像這樣子焦焦香香的 哇 看就非常的美味 換個熟食砧板 來我們的 麵條 這邊呢我們擺一些些的 生菜絲 水水排把它稍微切小塊一下 然後 放到盤子裡 這邊呢我們準備了一些 蒜末辣椒末香菜末 然後 然後 加一點醬油 加一點醋 一些些的 細糖 醋多少你大概糖就差不多要多少 這邊稍微把它拌一下 拌一下之後呢就把它 淋上來 拌一拌就可以吃 這一道 非常美味的泰式焦麻雞拌麵 其實你 這個 夏天的時候正餐 吃它 清爽 然後 宵夜 吃它 不油膩 非常棒的一道 這個 美味的拌麵 就這樣完成了